大家好 我是阿信助教 今天我們要來修這一台藍光播放機 那它的症狀就是這個 碟片座 在吐出來的時候 只有在上電的第一次 才會順利的吐出來 那之後呢 不管我怎麼樣去按這個Open的按鈕 它都不會有動作 那這樣就很困擾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先讓各位來看一下它的症狀 然後我們再來看怎麼維修 那我們就先上電囉 按下去 按下去 那我現在要 把它按Open 第一次通常會出來啦 我們來按一下 沒有 現在就有點怪怪的 我們先把它 拆開來再說吧 好這個就是拆開的樣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是電源 這個是光碟機 這個是主機板 根據經驗 有問題的東西呢 有故障的電器通常是接觸不良 佔很高的比例 所以我打算呢 把這些排線呢 先全部拔起來 然後再插回去 試看看 那我們就先來拆排線 來 就像這樣子 放膽的把它 拔起來 再插回去 好那重新插拔之後 到底有沒有用呢 不知道 來 試試看就知道了 插電 上電 上電 這個開關喔 真的是 久了不太行 要按得很用力啦 要按很用力才可以 按照以往的經驗是 重新 插拔上電 應該就可以 出來一次 很不買賬 很不給面子 它就是沒有 那我現在可能就是比較傾向於說是這個按鈕的問題啦 因為剛才要按很用力才會出得來 或許我這個按鈕根本就失效也說不定 那我等一下呢 我就打算把這裡面 每一個按鈕呢 全部都把它 換掉 要拆這個面板 可能就是要把這個卡榫把它 把它拔開來 你看它這邊都是用卡榫的 都沒有用螺絲 所以呢我等一下可能就 就是 要把它搬開來 我搬是搬開了一點的啦 但是現在討厭的是呢 這個光碟機的前蓋呢 剛好呢就是 把這個 這個 前面的 前面的面板給卡住了 所以我等於是要把這個 機芯呢 整個螺絲卸下來然後一起拿出來 我才能夠把電路板拆下來 看起來好像只能這樣子了 來花了一點力氣 終於把它拆下來了 你看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要拆的呢 就是這一塊電路板跟 這塊電路板 你看它這個 它這個完全就是 你看它這個 沒辦法拆啊 真的是麻煩 看能不能就把這些螺絲下下來就可以把電路板解下來了 我剛才把螺絲已經都下下來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板子拿起來吧 這樣子 有點卡住 唉唷owie 好 叩 哇 拿起來了捏 好 可以啦 拿起來了 Sa and 終於拆到電路板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呢 英文叫做Tag Switch 中文有些人稱為觸動開關 有些叫微動開關 你在買的時候要注意它的長寬高尺寸 另外呢 它的腳位 它的腳位有分四腳跟兩腳的 我這一顆是兩腳的 怎麼看呢 你要把電路板反過來 你看 它這裡是不是兩個腳 兩個腳 這個就是兩腳的觸動開關 那有些是四根四個腳的 那你不要買錯喔 我這個是兩個腳的 所以你買到的話 應該是像我這樣子的 這個是兩個腳的微動開關 好 那就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把它解焊 然後再換上新的 好我終於把它解焊下來了 你看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還有這邊五個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把新的觸動開關把它焊上去吧 先把零件插上去 然後再把膠帶貼上去 這樣等一下焊接的時候才不會 才不會掉下來 然後要把墮魚的腳剪掉 然後要把墮魚的腳剪掉 然後把它焊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焊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同樣的步驟重複五遍 然後同樣的步驟重複五遍 就可以把它焊完了 好我們現在五顆全部都焊完了 那我們就把它裝回去吧 好這樣子就鎖回去了 那我們再把它裝回去吧 好我們現在已經全部都裝好了 那排線也全部都裝回去了 把它該接地的 它這邊 這邊有一個接地 然後這邊有一個接地 這邊一定都要接好 到時候才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看看吧 看剛才這樣子換開關有沒有用 好我們現在一樣按這個電源開關 看現在有沒有比較容易按一點 我輕輕按一下 有沒有輕輕按一下就比較 就比較會動了呢 好 然後等它no disk一下 好我按這個 按這個open 按這個open 好像有動一下耶 可是為什麼還是沒出來 看來我們還是要再繼續研究看看了 好那我現在呢 又把這個前面板跟機芯呢 把它拆開來了 因為既然我更換了前面的開關 都沒有辦法讓光碟機打開的話 那我真的就只能夠懷疑 這裡面的這個機芯喔 它的這個馬達跟齒輪組的 這個傳動皮帶 可能那個皮帶呢 有鬆脫的現象 那所以我可能就嘗試要去更換這個皮帶 所以我非得要等到它這個loader能夠彈出來 我才有辦法去換到這個傳動皮帶 既然都已經拆了啦 反正我就試試看啦 我再上一次墊看能不能夠 看能不能夠有什麼其他的機會 把loader吐出來 我再按一次open 你看 沒...喔要等一下 要等一下 要等一下 要等到這個loader出來 我看看 哇 沒...欸欸欸 它有出來一點點了 有沒有 我再按一次 喔如果它可以出來那就太好了 可以嗎 喔出來的出... 等一下 它可以出來我就讓它出來 好不要再回去了 不要再回去了 我把它抓住 斷電 斷電 做完電啊 哎呀... 哎呀... 真是好驚險啊 來 欸... 來各位 這樣看得到啦 來我把鏡頭拉近一點喔 來各位你看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傳動皮帶喔 我這樣摸 我這樣去搖它 嗯... 我其實是看感覺不出來有什麼鬆動啦 但是因為好像蠻多人都覺得說 都認為如果你的loader吐不出來的話 呃... 呃... 有絕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傳動的皮帶喔 呃... 它會出油 所以... 會有打滑的現象 我不確定我是不是這個情況啊 那我們就等一下就把這個皮帶換掉 啊... 要換到這個皮帶呢 你就要有一個濕做的空間 這個空間呢 只能夠是loader出去的時候呢 有這個空間你才可以更換 那平常呢 它縮在裡面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辦法更換 我知道有一些loader它是下面有空間喔 它這個前面有空間 可以讓你把螺絲起伸進去 慢慢的把那個齒輪 呃... 一格一格去轉動 讓loader吐出來 但是在我這個case裡面 它並沒有這樣的空間 所以我只能夠 剛好我運氣好啦 這個loader吐出來 有這個空間讓我失作 那我們就來開始做吧 我剛才很意外的發現喔 原來前面這個擋板喔 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那我們之前沒發現 然後另外呢 因為可以獨立把機心拿出來的緣故 我也發現喔 我們這個 載盤其實也可以拆下來 因為它 是靠這個地方卡住的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卡住 我到時候呢 只要把這個地方拆下來 載盤應該就可以卸下來了 這樣子呢 我就比較方便去換這個皮帶 我們現在已經把載盤拿掉了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皮帶拿下來 然後根據這個周長呢 去做更換 這把皮帶裝回去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它一些部件喔 潤滑一下 免得到時候呢 免得到時候呢 免得到時候 又卡住了 我們把油上完之後喔 就要來換皮帶了 這個是舊的 然後這個是新的 然後這個是新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新的皮帶把它套上去吧 套上去 套上去 這樣子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把蓋子裝上去吧 那我們就把蓋子裝上去吧 那我們就把電源接上去 把電源接上去 把電源接上去 然後按電源鈕 好 接下來就是要等一下了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喔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喔 等它出現 no disk no disk 好 出現了 好 要見真章的時候到啦 按 退片 按下去 欸 還不錯喔 再試一次 再來一次 OK 非常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把這個上蓋蓋起來 然後再試一次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把上蓋蓋上去了 那接著我們就把它上電 做最後的測試 Final Test 上電啦 這個蓋子蓋上去喔 再做測試會比較準 因為這個蓋子有時候有蓋沒蓋喔 會影響到它裡面的雜訊 那 這些雜訊就有可能會影響到它一些 電子的動作 那我們稍微等待一下 好 現在no disk已經出來了 來 預備囉 看一下結果 欸 出來了捏 進去 看起來都很正常喔 如果測試個一兩次沒問題的話 那應該就是OK了啦 那各位都已經看到了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載盤進出都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我們就維修成功了 那希望今天呢 有帶給各位一些經驗分享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這樣子啦 不要忘了要記得訂閱 時速派電子實驗室喔 掰掰